铁路轨道运输 2006年3月 有东铁集团旗下的浙江振核控股有限公司 美国ABC铁路产品中国投资公司 中国北车集团 大同IBC铸造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6.7亿元人民币 成立信仰铜和车轮有限公司 与铜心铜德合力和谐之一 自此拉开了民企国企外企 连累进入铁路主要配件行业的轨务 成立一时 铜和公司便以舍我其实的胆识和讨略 始终保持横勃发展知识 走出了荡气回程的华美乐章 2006年4月 25万匹铸钢车轮生产线开工建设 2007年9月 生产线全线贯通投产 2008年初开始正式运营 2009年车轮日均产量突破千片大关 2010年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30% 实现出口零的突破 2011年实现批量出口 年创外汇超过1700万美元 2012年产量超过31万片 超出设计钢磷24% 铜和公司采用美国安什德铁路集团的 ABC驻钢车轮制造技术 这种技术采用石墨挂砂尘 与临时胶筑 顺序凝固 中央茂口 集中捕缩的铸造工艺 利用石墨导热性能优良的特点 有效控制轮网部位 钢水定向凝固 确保车轮的凝固质量 以提高车轮的使用性能 制造出的车轮表面光洁 尺寸精度高 内在质量优异 五年多来 由铜和公司制造的车轮 已超过150万片 目前在世界各地的铁路上 安全运行 肺钢在电呼炉内 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反应后 被融化成钢水 温度和化学成分 检测合格的钢水 被倒入钢水包中 准备胶筑车轮 胶筑采用与临时胶筑系统 这种胶筑系统 可以保证柱形形腔内 钢水的平稳冲行 并有效控制钢水的流动速率 从而确保钢液 平稳流入车轮浮板和轮网部位 并形成捕缩帽口 为车轮顺序凝固和轮毂的捕缩 提供有力支持 交注后的车轮 首先进行缓冷处理 确保车轮中的氢原子 能够得到充分释放 防止形成轻裂 并控制内部硬力 然后经过表面拋碗 和切除中心帽口的车轮 被送入环形加热炉内 进行加热 并对其踏面部位 进行喷水淬火处理 以便得到有益于车轮的 环向压硬力 及优良的金像组织 随后 车轮进入回火炉 进行回火处理 以控制车轮浮板 和轮毂的冷却速率 加工前的车轮 要经过高强度的抛弯处理 以提高车轮浮板的抗疲劳性 并有助于 对车轮关键部位的外观检查 之后 要对车轮的轮网 踏面 轮毂进行机械加工 保证其几何形状 满足要求 加工后的车轮 还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 主要检测设备 有几种几何形状检测量规 在线布式硬度检测仪 湿法荧光磁粉碳商机 GEUTXX相控阵超碳仪 平衡机等 以上铸造 热销 热处理 机械加工 和检测过程中的各类信息 检测数据 检测记录都要被录入到专门的WRS车轮信息系统 WRS是工艺控制和产品质量信息的数据库系统 通过该系统可以实现对制造全过程的检测 确保所有发运的车轮质量 确保所有发运的车轮质量均符合严格的质量检测要求 所有检测合格的车轮都会被贴上一个条形码等待发运 为确保车轮的质量和安全 工艺上还有许多其他控制和检测手段 包括原材料检测 如废钢 行星砂 涂料 钢丸等 工序过程中设备参数检测 如射杀压力 抛丸强度等 同核公司拥有一支高速质无损检验员队伍 有效地保证了车轮检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破坏性试验是检测车轮综合性能 是否符合标准的必要关节 检测内容有拉伸 冲击 断面印度坟布 残余硬粒 干水微观清洁度 以及金像分析 和低倍组织检查 各个的车轮都按照客户的要求 进行包装和发运 一片片车轮宛如精美的工艺品 整齐排放阵等待着他们新的真诚 强大的引发实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积蓄 同格公司采用Auto CED Solidworks等软件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设计 使用MSIRS有线源分析软件 进行车轮强度教育及优化设计 同格公司拥有美国铁路协会认可的 有线源分析人才 可以对最新设计出的车轮产品 进行专业分析 同时采用滑注ZE铸造模拟系统 对铸造工艺进行过程模拟分析 减少开发时间的成本 千层之台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始于此下 同格公司在引进美国ADC 驻缸车轮技术后 在此技术上不断进行改进 为世界轨道交通运输 做出了卓越的路线 自主研发的威和精化技术 依应用于批量生产 成功研制出符合美国 法西 印度 沙特阿拉伯 南非 俄罗斯 澳大利亚等国家 起路标准的车能产品 产品远销美国 法西 沙特 印度 南非 塞拉利昂等国家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时间 同格公司充分利用 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 借助国有企业丰富的管理经验 以托外企的先进技术和国际市场资源 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 紧密集合自身实际 形成了具有铜和特色的 铸钢车轮企业管理体系 目前已通过了中国体路产品认证中心的CRCC认证 美国体路协会M1003 GM107 208认证 ISO 9001认证 ISO 14001认证和欧萨斯 18001认证 同格公司坚持关心人 尊重人 理解人 教育人 培养人 帮助人 锻炼出来想干事 敢干事 能干事 干实事 会干事 不出事的管理人员队伍 工程技术队伍和现代产业工人队伍 创建了企业发展靠提高产品质量 员工生产靠提高产品质量的两靠质量观 和以全员全过程全因素控制为核心的系统管理方法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先进检验检测装备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质量文化 探索出了一条坚持观念创新 制度创新 管理创新 市场创新 技术创新 铁路轨道运输 是世界各国的一种重要交通方式 而车轮是铁路轨道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阳铜和车轮有限公司 正是一家致力于铁路铸钢车轮开发和制造的企业 2006年3月 有东铁集团旗下的浙江振和控股有限公司 美国ABC铁路产品中国投资公司 中国北车集团 大同IBC铸造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6.7亿元人民币 成立信阳铜和车轮有限公司 与铜心铜德合力和谐之一 自此拉开了民企国企外企 连累进入铁路主要配件行业的轨务 成立一时 铜和公司便以舍我其实的胆识和考虑 始终保持横勃发展之势 走出了荡气回程的华美乐章 2006年4月25万片浙江车轮生产线